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取财政委员会第23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2月25日星期一上午94分至13时28分 立点本院勤闲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黄国昌委员等13人 类席委员正明中委员等8人 类席官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立雄级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 主席会召集委员洪太 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 议事录确定 讨论事项 1 赖事保等18人理据保险华证定第16条-1条文草案案 2 审查本院委员赖事保等18人理据保险华第138条-2条文修正草案案 3 审查本院委员赖事保等21人理据保险华证定第163条-1条文草案案 4 审查本院委员赖事保等23人理据证券交易法第14条-2及第17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金委员赖事保说明提案要职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雇主任委员回应委员提案后 既有委员黄国昌等14人提出咨询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雇主任委员及相关人员已以答户 决定 1 报告及審查完毕 2 委员赖事保等18人理据保险华证定第16条-1条文草案案 委员赖事保等21人理据保险华证定第163条-1条文草案案 1 审查结果 1 证定第16条-1条文草案并修正为为成年人或以明法第14条第一项得受监负先告者之父母或监负人 1 本法第138条之二第二项规定违背保险人时保险契约之要保人被保险人及收益人得以保险事故发生前 1 共同约定保险金以保险事故发生后应贿入指定信托账户 要保人并得放弃第111条保险利益之处分权 2 证定第163条-1条文草案并修正为 2 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经主管机关许可得配合保险业电子商务发展办理相关业务 并得以电子系统执行业务其资格条件业务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2 以上二案均以审查完进并案拟记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 宴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会召集委员洪太补充说明 第2案 审查委员赖事保等18人理据保险法第138条-2条文修正草案案 审查结果 本案尚未审查完进 则其继续审查 第3案 审查委员赖事保等23人理据证券交易法第14条-2及第17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1 审查结果 1 第14条-2条文照案并修正第三项为 公司不得妨碍 继绝或规避独立董事执行业务 2 独立董事执行业务任有必要时 得要求董事会指派相关人员或自行聘请专家协助办理 3 相关必要会用由公司负担之 4 第4项 第三款修正为违反1 第2项锁定独立董事之资格 其已经招案通过 2 第178条条文招案通过 2 本案以审查完进 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 宴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 宴会讨论时 邮会召集委员洪太补充说明 通过临时提案一案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在场的各位委员 对上次的议事记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 我们就确定 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的议程 讨论事项 1 审查中华民国107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行政院税入预算 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脚库部分 2 审查中华民国107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财政部官务署纪首属 国有财产署纪首属 收支部分 融资财演调度 宣读完毕 好 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 第一个吴秉瑞委员 第二位黄国昌委员 我们介绍今天在场的 各位首长跟列行的官员 我们央行的杨副总裁 央行会计处黄处长 央行中央印制厂陈总经理 财政部许部长 财政部会计处张处长 国库署阮署长 富岁署李署长 官务署廖署长 国产署曾署长 财政咨询中心陈主任 主纪总处陈专门委员 对不起 徐专门委员 抱歉 抱歉 我看到那个上面 抱歉 抱歉 我们今日议程是审查 107年度中央银行 股息红利脚库 他们是属于税入的部分 财政部官务署及所属 国产署及所属收支预算案 及融资裁员调度 跟委员会报告 因为今明两天是一次会 所以我们议程稍微做一点调整 在今天委员会答询结束后 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 今日审查及明日审查的 全部机关单位之预算审查项目 项目表及预算提案 跟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可能要读好几个小时 所以我们今天只受宣读 明天就直接并案协商处理 如果各位委员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现在进行报告 两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好 我同时也跟财政部来说明一下 今天下班以前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会印好 交给你们 你们今天晚上回家看看 有的可以过的就同意过 我们为了明天结识明天的时间 你们在预算里面 你觉得可以做调整的 如果说有意见 我们明天再讨论 这样子结识我们明天的时间 好 我们现在请中央银行 杨副总裁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先生 今天承蒙邀请本行 就107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行政院税入预算 有关中央银行 股息红利缴库部分 仅代表本行 彭总裁向各位委员先进报告 慎感荣幸 本行107年度预算 缴交国库 关息红利 全数列为行政院 税入预算 即新台币1800亿 6536万3000元 较106年度 预算缴库数增加 107万1000元 本行系编制 附属单位预算 之 营业基金预算 107年度预算 案经贵委员会 于今年10月25日 专案审查通过 以上简要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先进多余支持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杨副总裁 接着我们请财政部 许部长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大家好 贵委员会今天审查 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本部官务署及所属 国有财产及所属 收支部分 与融资财源调度 本人陈邀率同 主管同仁列席报告 深感荣幸 以下则要提出报告 第一部分是有关于 本部官务署及所属 税入及税出预算编列情形 税入预算部分 编列 1151亿3600多万元 较106年度预算数减少7亿9500多万元 主要编列内容分数如下 关税税颇收入1145亿元 滑配款收入3亿3900多万元 贵贵收入2亿7400多万元 财产及其他收入2200多万元 税出预算部分 编列63亿4800多万元 较106年度预算数增加8亿7500多万元 主要编列内容分数如下 海运X光仪 贵贵检查以太旧欢信计划 所需耿需经费 5亿6400多万元 海关巡据艇 太旧欢信计划 第一年经费 2亿1900多万元 优质经贸网络计划 后续系统违计划 1亿8100多万元 官务服务资源整合计划 所需耿需经费 3600多万元 人员维持会 47亿800多万元 基本行列经费 6亿3700多万元 第二呢 有关于本部国有财产 财产署及所属 税入及税出预算编例情形 税入预算部分 编列229亿5900多万元 较106年度预算数 减少28亿4900多万元 主要编列内容分数如下 财产收入222亿8300多万元 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 与其他收入6亿7600多万元 税出预算部分 编列18亿7900多万元 缴106年度预算数减少1亿1200多万元 主要编列内容分数如下 必占用国有非公用不动产 加强清理计划 所需耿需经费 1亿4700多万元 处理国有财产所需税捐 6亿7100多万元 人员维持会 7亿4100多万元 基本行政经费3亿1800多万元 有关融资产品调度的部分呢 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编列 一兆8974亿元 缴106年度预算数增加563亿元 成长3.1% 税出编列一兆9918亿元 缴106年度预算数增加178亿元 成长0.9% 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差短944亿元 加计债务还本数790亿元 融资需求1736亿元 与举介债务弥平 债务流量的部分呢 107年度中华政府总预算案 债务举介数1736亿元 占税出比例8.7% 并同考量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及留意中国治理计划 两项特别预算案融资变类情绪 合计债务举介2750亿元 占总预算及特别预算案 税出比例13.1% 低于公共债务法 债务流量15%的上限规定 有关债务存量的部分呢 预估106年底中华政府一年以上 公共债务未长债务余额 5兆4999亿元 连同上开债务几件数2750亿元 扣除债务还本数792亿元 预估107年底中华政府一年以上 公共债务未长余额 5兆6957亿元 占前三年度明目国内生产毛额 平均数的33.3% 低于公共债务法 债务存量40.6%的上限规定 中上107年度中华政府总预算案 税入成长幅度大于税出成长幅度 税入税出差短944亿元 为98年度以来 总预算编列最小的差短 较106年度预算案 预算数差短降低385亿元 未来本部将协同各部会 更续推行开明节目措施 缩小税入税出差距 有效管控债务奠定财政永续基础 以上报告进行各位委员会次指教 谢谢 好 谢谢许部长 我们现在开始寻答 做如下之宣告 每位委员8分钟 得延长2分钟 上午10点钟截止登记 我也再一次跟委员会报告 我们所有的预算的删减或提案 麻烦尽快各位委员尽快 送到我们的财委会秘书这里 好 我们现在 这个也请今天如果有任何提案 尽快拜托 现在请第一位的委员黄国昌 财政部员先拿10分钟 谢谢主席 麻烦有请财政部徐部长 徐部长 中央银行杨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黄委员你好 黄委员早 部长早 副总裁早 副总裁早 有关于庆富烈蕾连带的弊案 今天是这个会期 最后一次你有机会备巡了 就银行就责的部分 目前进度怎么样 跟大家说明 这一部分当然就是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资料 还是要靠金管会 他大概要做一个 所以金管会如果没有做处分的话 你们这边没有办法动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应该大部分是这样子 你上次就是这样跟我讲的吗 我12月4号的时候 请教部长的时候 我直接点名两个人 一个肖长睿 一个周博焦 你告诉我说 金管会 没有做报告出来以前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动 财政部完全没办法处理 结果上礼拜 你们在媒体上面放消息 说肖长睿可以解认了 现在是针对台银的部分 金管会报告出来了吗 还没有 那你为什么处理肖长睿 你的标准是什么 这部分我想我们是 跟行政院一起讨论的结果 对啊 所以我问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要不然就是上一次骗我 要不然就是没有标准 不是骗你啦 因为那个时候行政院 对嘛 所以我现在就请教你嘛 你的标准是什么嘛 行政院的标准是什么嘛 那院长不是跟全体国人讲 就责到底没有上线 结果现在就责了几个人 再还挂在那边 会期要结束了 你们可以不用再面对质询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混过去吗 现在我就直接请教部长嘛 你们处理的肖长睿 对其他的银行呢 其他的人呢 你的标准是什么 直接跟全体国人讲啊 还是 现在这个压力过很大 看到社会舆论压力很大 先处理一个人 释放一点压力 看压力会不会减缓 其他的可不可以混过去 是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吧 如果不是这样 你跟全体国人讲 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上次跟我讲说 要等金管会的报告 他赢的金管会报告还没出来啊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啦 但是我们行政院那边 有我们有会同来讨论嘛 对嘛 是谁做的决定标准是什么 你到现在给全体国人 基本上面的感觉就是毫无标准嘛 完全没有标准啊 我现在给部长一个机会 公开跟全体国人讲的标准是什么啊 上次我直接跟你讲了土地银行 高层都没事 全部都处理基层的人 结果你说土地银行的董事长要解释 我也给他机会解释啦 什么都没解释啊 这一部分我有 当天我有特别打电话给 这个 没有关系啦 部长请您针对问题回答 你的标准是什么嘛 萧长睿处理了 那易银的周柏娇呢 要不要处理 现在你上次跟我讲喔 说什么 萧长睿的兆丰证券 财政部管不到啦 如何如何的 是第一银行的事情啦 结果你们说解认就解认啊 不是啦 还是财政部次长 直接跟媒体讲的 不是不是 那既然你上次骗我嘛 没有啦 赵翁票券他是 他的首先要由 赵峰金控啦 这个我知道嘛 那时间就是公股控制的嘛 到今天你还在骗 我现在最直接的问题 萧长睿处理了 周柏娇呢 周柏娇我想 未来也一定会处理吧 什么时候处理 所以我就问你标准是什么嘛 我想到了 今天这个人 我就处理一下 看社会反应怎么样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子就OK了 没有人继续再关心这件事情了 我们能拖就拖 能混就混 其他人就不用处理 你直接跟大家讲 你的标准是什么嘛 我现在完全都不 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啊 财政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因为目前那个周柏娇 他所担任职务 现在的职务不是我们派的 所以财政部还是没办法处理嘛 那你没有没办法处理 那你跟我说未来以后会处理 是什么意思 应该由第一金控 这边来处理 没有嘛你上次的回答也是这样啊 萧长睿的回答你也是这样啊 那你刚刚又说未来一定会处理 你现在又改口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处理 到底哪一个答案才是对的 不是啦 那因为目前周柏娇所担任职务 不是我们财政部的行政院派的嘛 这是要有第一金控去处理嘛 萧长睿不是这样吗 萧长睿也是要由先由 对啊 但是直接对外放话的 对媒体证实消息的 就是你们财政部的次长啊 我有说错吗 刚刚你也承认啊 说是行政院高层决定啊 那现在又突然变成是要第一 金控自己去处理 没有那一部分 因为不是我们派的啦 周柏娇那一部分 没有关系啦 部长你自己回去看你今天自己 从头到尾的答案啦 看逻辑是不是一贯 标准是不是一致啦 现在我直接 要告诉部长的是 周柏娇统的楼子 还不是只有庆付的连带案 去年夏天 有一笔28亿的连带案 现在也出问题了 国库署有没有掌握 包委员这一部分 我们要再了解 你还没有掌握 是28亿的 是28亿 28亿的自贷案吗 对 自贷案 不是不是 连带案自贷归自贷的部分啊 因为连带案他不需要报财政部 直接实地去勘查 只有一条输送带 要带上亿的美金 财报都提不出来 直接被打枪 去年3月 在中国的资产 被法拍 在美国被打枪 在中国欠钱被法拍 结果回到台湾 结果回到台湾来 一口气带了28亿 我不知道啦 运营的受信是怎么做的 台湾银行是 台湾这一边的国库行 就是公股行库是 標准都比人家宽松 一个被打枪 在美国被打枪 一个在中国被法拍 结果回到台湾来 带了28亿 结果现在才一年喔 就已经陷入了什么 default 情况还更严重 来 这个是资料啦 在中国这一边 他们被法拍的资料 网路上面通通找得到 我就很怀疑说 你们当初受信 到底是怎么做的 你今天没有准备 你不知道没有关系 回去了解 请中央银行 票据交换所 可以帮 退票的客户 把退票给撤销掉吗 这个要 这个要有 要有他的理由 正当的理由 我先讲一个事情 副总裁 我先跟你 回顾一下 以前的旧制 是可以撤销退票 新制 已经改成了 是注记事实 不是撤销退票 我讲的应该没有错吧 没有错 对好 如果我说的没有错的话 来 为什么 第一银行 竟然发函去给票据交换所 退票的记录 当业者去瞧到 把它撤销掉 票据交换所 对于这样子的申请 竟然还同意耶 你如果说 当天存款不足 你补存款进去 到 提示票据的那一天 存款全部都足 你注记这个事实 我们有问题 因为按照相关的办法 依照支票存款户 票性状况 注记须知 注记这个事实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是在毁尸灭迹啊 把整个退票的记录 全部撤销掉 把票据作废掉 可以做这种事吗 如果我 因为包吾 黄委员 因为我对这个 我直接跟央行讲一个事情 票据交换所 是你们督导的嘛 是 副总裁你可不可以承诺我 这件事情 下去做检查 好 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 没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嘛 是 没问题 尽速的去做 因为 跟我投诉的 是 好的 是我们的 公股行库 是 好 他们很火大 说第一银行啊 在帮他们毁尸灭迹 都没有跟其他连带行讲 出了状况喔 在帮他们要求票据交换所 把退票记录给注销掉 帮他们毁尸灭迹 是 结果其他的连带行 其他的工股行库 全部都被蒙在鼓里 是 这种事情喔 太离谱了 是 那一天跳票的 2100万 晚上喔 补存550万进去 是 结果这样子 就帮他向票据交换所 申请注销 退票记录 此风不可掌 謝謝副总裁 今天承诺我 好 我绝对相信你 是 回去把它调查清楚 好 没问题 是 对不起 就这样混过去 部长可不可以承诺 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好 感谢各位请回 接着请吴秉锐委员 主席麻烦请财政部许部长 许部长 许部长 吴秉锐委员你好 部长早 想要跟你请教喔 这个美国税改 看来是通过嘛 对 那就这一次美国税改 你认为它对台湾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部分 假如从税的立场来看的话呢 就是事实上 今天我们厂商在那边设止公司也好 分公司也好 在税上大概影响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的影所税35嘛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降过21 当然这个21是联邦的 事实上州的部分 从3%到12%都有 各州的不太一样 那因此呢 你现在设分公司以后 我们才全球所罗税制 所以那边分公司所罗的一样 并且来课税 但是呢 那边假如税可以来扣底 所以原来35 21都比我们来的高嘛 加上州的话 也都比我们来的高 所以我们还是课不到 那假如是子公司的话呢 那边分配盈余 他们扣的30% 那还是比我们这边的20来的高 就税的部分 就税的部分 对 但是我说比较一下现在台湾的 正在也在本院在推税改的方案 是是 那像这一次有一些部分是跟我们接近的 比如说他降低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最高税率 对 这跟我们相同趋势 另外他的企业 这个税率 所得税的税率是从35降到21 你刚刚有讲 对 那跟台湾现在企业所得税要20 你是接近的 很接近 可是还有一样 他海外的这公司的盈余所得 汇回啊 他给了很多的这个优惠 是 我觉得这一点 先讲说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 降税的这个趋势 跟台湾个人综合所得的边剧税率下降的趋势 是接近的 他们降完了之后 剩37 降到剩37 那我们台湾是要降到40 40 所以我们台湾还是比较高 高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企业的税率 从35降到21 那跟台湾这次要提高到20 是接近的 差不多 所以就是说如果 很多人会担心说 美国降税之后 是不是会使得台湾 有些厂商会出走美国去投资 你对这个东西担不担心 这一部分其实刚才就税的立场来看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它影响应该是其他方面的影响 好 那再来就是要请教你那个海外未分配盈余 汇回的税捐 我最近有一些企业界的人跟我反应 所以说他在在外面那一个国家 别人的国家 他已经缴了一个银锁税 对 但是回来台湾 他还要再缴我们台湾这个银锁税 但是那边银锁税已经缴了 可以拿回来扣抵 没有 银锁税是没有办法扣抵 是如果他要往外汇 譬如说中国 他缴了之后还要往外汇 还要再多10% 给中国之后他还能回来台湾 是只有那10%可以扣抵 他在那边的银锁税是不能扣抵的 就是他那边收了银锁税 你指公司当然只能引语的部分 因为你分公司才是可以这样拿回来扣抵 那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 假设某一个国家 他的银锁税假设是25% 就回来台湾之后 依照现在法律还没改喔 他还要再缴17%的银锁税 这使得我们台湾很多公司的盈余 在外国回不来 那在外国回不来 因为双重缴税的结果就是使得 他的尽所得变少嘛 所以有的就留在外国 留在外国变成不知道要停在哪里 到处流窜啊 那更严重的一点是 因为这些公司会计合并报表 如果在台湾那是上市上规公司 他有可能台湾分配现金股利给股东啊 因为在账面上他有这些盈余 就他分配股利给股东的时候 他在台湾因为没有现金啊 所以他就去银行举债 所以他的资金回不来 结果银行欠款一大堆 那因为这个账面上面确实有这些钱 银行也认为说 如果以商业银行的标准来看 也符合举借的标准 不怕这些公司会倒债 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很多公司的油资在国外 不回来台湾 但是却在台湾的银行在举借 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要不要研究一下 美国正是对于海外未分配盈余 汇回税捐 可以分年缴纳税款 可以保留研发投资抵减 这一类的改革啊 让这些油资能够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至少可以 把他们原来在银行的举债 可以还掉嘛 你觉得呢 你可不可以考虑看看 现在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对国外的子公司的时候 子公司来课税 是分配的时候 你分配盈余的时候 至于你有没有汇回来 那我们是在所不问的 因此你没有分配 事实上这个所得 我们是不会被课税的 对但是事实上就是署长 你也来帮忙解释一下 事实上这件事情的状况就是变成 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 很多海外公司的钱回不来 在海外有分公司的钱回不来 但是在台湾母公司 却在银行举借啊 啊这个问题 长远下去来讲话问题会很大 而且那些资金在外国非常的庞大 在海外非常的庞大 那这一次美国 这一次美国的这个 税改啊 他有专门针对这一块 在做处理 那当然处理的方法 不见得我们台湾要完全比照 我是说能不能借尽 然后研究一下 看有什么方式 我们可以来研究了 事实上跟委员报告 我们前一阵子为了 反避税了 事实上通过CFCM PM的条款 但是那个条款 母法执法都通过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选择 适当时期来课税 换句话说 你即时部分配停在那边 那我们是没办法课税 但是呢我们就按按照 你即时即时部分配我们也要课税的 按照一定的比例去课税 所以说这一部分当然呢 很多国家也实施了 这一部分我想可以并同这个来研究好不好 好这个是 因为听说这一笔资金非常的巨大 是 那如何让它回来台湾至少能够把台湾 这些母公司在台湾 举债的这些钱可以还掉 对银行的这个健全也很有帮助 对了我想我想对目前台湾来讲 其实是不缺资金 无论是超额储蓄也好 或银行烂头顺 其实资金都很多了 现在是投资标的怎么去选 是啦 我同意你的说法说 事实上银行烂头顺很多 事实上台湾现在是不缺资金 可是我刚讲的问题 跟这是两件事情 母公司在台湾的银行举债 然后用来分配银语 然后在海外的资金又汇不回来 这个是 要怎么说 汽血循环不正常 如果用人体来比喻的话 所以我希望能够演绎这个问题 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如何来解决 再来就是 最近的媒体有报导说 在这个国有财产 最近地上泉的脱标率有提高 有增加一些 有增加一些 对大概比去年成长的还不少 对但是你看看 这几年来 从这几年来 你看看地上泉 然后低档 然后现在又稍微恢复 这个制度真的有必要 要把它修得比较好 什么时候 你们 我是建议你们真的要认真研议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们跟那个 那一间公司叫华谷啊 是不是 对是财信所南亚公司 财信所南亚公司 现在已经有在做商务仲裁嘛 那商务仲裁 我不知道仲裁是什么结果 商务仲裁条例 也是中华民国法制的一部分 也是本院通过的法律 那等于是一个民间司法的机构 下去做评判嘛 相信仲裁人的这个 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有比较快的速度 来解决这个纷争 那我想要问的是 因为仲裁 司法 基本上是针对个案的 所以这仲裁的结果就是 你处理财政部跟华顾之间 这个契约的问题 可是其实这个地上全裁 是一个整个制度的问题 那如果华顾 这个仲裁案 仲裁的结果出来了 那觉得财政部 如果你们也觉得可以参考的话 愿不愿意整体来检视整个制度 怎么样子来调整 不然的话 你解决了一个华顾案 还有其他很多的案子 他们也卡在那里 他们也是很痛苦啊 我们会的 因为我们也会参考 这个委外研究的一个报告 不晓得什么都出来了 那个曾署长 你很负责 你说明一下 分两个部分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委托研究案已经结案了 包括契约的调整 把一些除外情势不可抗例 还有仲裁的机制 都放在新的企业里面 那第二个跟华顾这个案子 目前已经选任主任仲裁人 那相关的达述状 都已经也送到仲裁协会去了 那我想这个仲裁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作为 其他地上权的一个通案的方式 因为有第一个的仲裁案件 大概以后的仲裁 大概会类似 他们习惯会有参考的这样的性质 那我想我们会来看 如果从一个社会的成本的一个节省 可以用通案处理 我们就可能会朝通案处理 要不然的话原则上我们还是 同意个案仲裁的方式继续来办理 好谢谢 我想我们身为 我父亲也是公务人员 他常常勉励我说公文好修行 如果我们能够帮社会解决一些痛苦 帮人解决一些困难 又合法的话 我觉得就尽量要去做 希望大家有肩膀 大家一起努力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各位请回 接着请赖世保委员 谢谢主席 那么请一下央行的杨副总裁 杨副总裁 赖委员早 你早 是 我想第一个比较关心的 昨天看到外交部出个大包 把那个护照啊 机场放成中 放成美国的机场 华盛顿的机场 华盛顿DC的机场 他大概凹了12个小时 后来最后终于承认他的错 然后道歉 可是呢 他就先赖给你们 说中央印制场 乱搞 啊 放在这个地方 你要回答之前 我先讲一下 照理讲出这么大的包 国家的护照 国家的公务机关 外交部 可以这样子 层层的review 都没有看见 我都认为是故意的 因为心里有美国梦 想要把台湾变成五十一周啊 日有所事 夜有所梦 啊 对不对 就这样子 心里想着就 不知不觉就画起来了 一看 欸 欸 台湾机场跟这个 華盛顿DC的机场 没有很差别很大 就放上去了 对不对 他心里想是 美国五十一周的梦 美国梦 更具体讲 叫做台独梦 欸 做的是美国梦 台独梦 所以啊 我在想 这个出包的这个官员呢 不但不会陈处 而且会升官 你看好了 我预估 赖铁嘴就预估 嘿 会先刮 所以你们仔细听好喔 我跟你不成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回答 嘿 你可以稍微拍马屁一下回答 快点 来 郭先生 我想啊 就是说 对于这个护照的这个问题 外交部也有提出说明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尊重 我们尊重外交部的 他怎么给你 你怎么尊重呢 他说是你的问题喔 当然就是说 这个就是 外交部跟我们 印制厂之间的一个 约定 他们之间的一个约定 那至于就是说 约定里面怎么来 好 那个细节是 益智厂的厂长是吧 是 是 来说明一下 人家LINE给你了 你要不要接受 你说 Morning Happy to接受 是不是 我也这么想 报委员 这个 有关护照的 这个 这一页的这个机场 今天的报纸上面 都已经登出来了 对啦 但是我要你的话 是 这个是我们的美工人员 画出来的 是你们的美工画的 美工画出来的 喔 但是呢 不巧啊 他在参考这些 相关机场的时候啊 他把它画成跟 另外一个机场很类似啦 但是这个原稿 绝对不是从网路上面直接 没有没有没有 我问你 美工是外交部画的 还是你们画的 是我们画的 那是凶手找到了 那你们要负责啊 是 所以说因为是我们画的 所以我们就概括成授了 是 你们画的嘛 是吧 没有借到指示 叫你画这样 呃 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这个 说不定外交部的人 告诉你们要这样画啊 方向这样画啊 不然你怎么想法呢 不是 我们会有充分的讨论啊 你跟外交部有讨论嘛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最后画的人是我们 画的人是你 这个 你现在开始 看你也会升官喔 你 你风向转很快喔 好像你要扛起来的样子喔 是不是 你跟 讲的跟副总裁讲的 就不一样啊 是不是 你们讨论啊 你们画 事实上 谁的主意 外交部的主意啊 层层就是外交部要靠定的啊 当然这样子啊 我知道你不敢推个外交部 因为推个外交部 你升不了官 你把他接下来 你升不了官 就这样 那也是人BI 我没有讲错 长长 这个委员说的 都对 应该是 应该是很有道理 好 这些是 不知道怎么问的啦 好 处长你请回吧 那个不是副总裁在 副总裁 台币升不停啦 受险业 亏了一千多亿 电子行业辛辛苦苦 大家预估啊 这媒体报载累计大概 今年会开到一千七百亿喔 这个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新台币汇率 台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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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初以来 就是说它 开始的时候就升幅是比较大 到现在升多少 台币升到现在多少 到 升幅呢 到从 去年初到现在呢 是 不 今年初到现在是 7.79% 韩国呢 南韩是 12.23% 大陆呢 大陆是 6.16% 所以我们怎么样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也就是说 我们的湖 升幅呢 也不是说 不是很大 可是这些行业都哇啦哇啦叫啊 你这个 那我们来看那个欧元 欧元也升了将近13% 哦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这一 这一 从今年以来呢是 反映的是 美元肉 对啊 但是美国税改通过以后 是 明年度大家预估 海外的全世界资金 会要往美国跑 所以美国会升值 其他的货币的贬值 这样的推论 对不对 我想 就是说 汇率这种东西 是非常难的去 去做预测 我记得啊 我记得啊 就是说 在去年底 或是今年初的时候 去年底的时候 那 就是说 市场呢 都是 几乎市场都一直认为 就是说 川普上台以后啊 美元会抢 哦 每个 每个投资银行的预测 包括很多 都说他会 他会抢 但是呢 他 他竟然 什么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 就是说 川普一上来的时候 好像是市场 对他的 在政治圈也好 好像对他就是 不是很适应 哦 啊 纷纷扰扰的 他本身 简单来讲 川普乱搞啦 那 这也是一个原因 川普乱搞 所以 那还有就是说 废的 大家认为就是说 他升息会很快 结果也没有很快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 通货膨胀 大家认为就是说 通货膨胀率会上来 结果也没有 哦 所以呢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在这一年当中呢 欧元呢 他趋于稳定 而且呢 他的经济成长呢 也不错 啊 日本呢 因为是 他的地缘政治 我再请问你哦 是 财政部长可以去上来 先不要走 先不要走 胡总裁要 胡总裁要 请问你啊 请问许部长啊 是 你那个CLS 2016要实施嘛 对 我们没有意见 但是你现在实施 只针对金融账户 所以漏了资产 是故意的还是说 没办法去做 所以 不处理资产 所以现在变成说 有一个说法 说海外的资金都 回来开始 又要买房地产 有这回事吗 这一部分我想 因为这个是 我们参考其他世界各国 来订定这个CLS的 所以你没有考虑到 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独毒这样子 好 你先不要回在旁边 那个 请副总裁 房市有真的 交易量 资金有回来 买房市多了吗 有没有 你的观众 基本上呢 如果说我们看这个 就是说它的指数 就是说城污 还有新推案的话呢 基本上是很flat 城污好像是 稍微还是下降 那如果说是那个 我们六都的一个成交 它动数的成交 是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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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房市 因为你们要很关心房市 房市未来 你们的看法 它是U型还是L型 当然不可能V啦 U或者L 你看法 基本上呢 我们 我们 我们的业务局 它呢 都会根据 就是说都会跟 银行来做调查 那你的判断 那他们 银行的 还是 就是说现在呢 比较保守的看法 还是比较高 所以是U 保守 不是L 就死在那里 不是死在那里吧 所以呢 也是应该就是对 也不是 就是说是稍微有一点 还是 那就L 是L 不是L U 应该是U 只是U 比较长 大U 不是小U 那这个也很难说啦 因为这个是 另外喔 因为央行总裁 彭华南 确定 那个许部长请回好了 大概确定 要去职了 许部长可以先回去 那么 现在来讲 外卫存底大家很关心 那么最近这样的波动 请问你 外卫存底现在多少 我们现在外卫存底 大概是四千五百亿左右 大概最多还是美元嘛 对不对 美元占 占七成五 差不多 我们 比那个就是 MF呢 他有调查工业国家 所有国家 我们的比重是比较高 因为我们认为啊 就是说 美元的那个利益 还是比较高 8成了有没有 应该是高一点 不 我就说比工业国家还高 比8成再高一点 这个以前有数字公布过嘛 大概美元七成多 你现在再高一点 大概8成了 差不多嘛 我们是比较高一点 第二个 欧元 还是人民币 欧元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谁 欧元跟人民币的比重 都是比较低一点 日元呢 日元也是比较低一点 所以第一名美元 第二名呢 第二名大概是欧元还是欧元 欧元 人民币在很后面 对 人民币最近一直升 你不考虑多一点 对 他也是今年 因为他也是 因为他资本管制了以后呢 他资本管制第一个 还有就是美元肉 所以他也是现在 我想你在央行啊 你在这个彭总裁的旁边啊 彭总裁他今天跟我们主席请假没有来啊 可惜没办法问到啊 他确定二月份去职吗 确定吗 他已经是跟委员讲了好几次 确定 你要不要希望他再赢两年 呃 如果总裁如果说是愿意的话 我觉得总裁是最当 最适当的人选 最适当 大家都觉得最适当 看起来 看起来 因为现在不分蓝绿啊 都挺总裁去去做 那总裁为什么一定要不做 是不是 听说就是那件事情 赵峰的事情 有说没想法 他破的 他写一封信 让DFS 罚赵峰金控少罚了一些 剩下50级 但是一些的媒体啊 把他骂到臭头 所以心灰意能啊 心灰意能啊 不如求去啊 坚决一定要走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 总裁做怎么样 他怎么做 做最后的决定这个我不曉得 不是啊 原因是这个原因啊 不然的话 在过去请他再演刀再演啊 他使命感很强啊 对不对 就是赵峰这个事 压倒他 一定要离止的那根稻草 你同意吧 好像也是 好像是 好像是了 好 谢谢 好 接着请林德福委员 等一下 等一下 所以我们可能是 中文长帝 我们是 小林議員 11月底 銀行局公布 本國銀行在新南向這些國家 今年前三季 這個稅前的盈餘比去年同期少 那主要是三家銀行在新加坡 換款踩到地雷 那請問就你的了解 有沒有公股行庫踩雷 這一部分我是沒有接到這個訊息 不過整個銀行業來講 我想這個金管會提到了 到11月底他的盈餘是創新次高了 比去年高啊 比去年高 對對對 那這個金管會在一個月前 這個公布踩地雷有三家銀行 那其實金管會是不方便公開說明是 哪三家以及這個換款有多少金額 那目前還在這個繼續的處理 那其實這樣的方式讓本席感到疑惑 大家印象中的這個新加坡 是法治嚴謹的一個國家 那結果還會出現這個投資地雷 請問財政部隊公股行庫新南向政策 換款的狀況是不是應該更嚴謹 我想我們會去進一步了解啦 難道部長你都不知道說 到底有哪三家採地雷嗎 因為這一部分啊 第一個金管會沒有告訴我們 第二個呢就是 航庫啊沒有主動通報我們 所以說我們當然就不太了解 部長 因為為了防緩金融風險升溫 那其實 像這個大陸啊 財政部最近有宣布啊 未來對於地方債務管理將堅持 就是中央不救助的原則 大陸現在那邊的政策是這樣 那強調地方的債務 中央不會買單 那請問你認為大陸地方債務的問題 會不會繼續延燒呢 那因為大陸的部分啊 我也不併評論啦 不過因為喔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這裡有一些 貢股行庫啊也在中國 那本西是想了解說到底 會不會踩到地方債務的雷區啊 會不會啊 我想我們在大陸啦 無論設分行紙行也好 其實那放款這些貸款也都很審慎啦 都很審慎啦 那有沒有放到這些大陸地方的這些 就是他們地方的的 等於是說配合地方 然後就是放款給他們地方 應該不會應該主要是代表我們台商 台商 因為中國大陸的地方喔 這個違規擔保融資等違規行為 情節輕重不一啦 那導致這些隱性的這些地方債問題 還是很嚴重 那本席以為就算這個公股行庫本身 沒有踏進雷區 那請問你認為公股行庫的客戶 是不是一定會保證也不會踏進雷區 這一部分我想通常啦 當然我因為 等於進一步了 就是說我們的 就是銀行的客戶會不會再去買地方債 這個要我們會 所以說齁 等於說代後 他等於增性的時候要很注意 另外代後的管理他也要很注意 所以說像這些對公股行庫的這些 這些台商客戶的增性 是 行庫本身的風控 會不會 都很重要 要更嚴格的一個標準 對我想有必要啦 我想有必要 我是希望說 你不要到時候又踩到雷區 然後就是因為 其實有的你要是說沒有把它 這個風險控管做得很好 到時候台商受影響 那這些銀行也都受到 對對我想委員講這部分對啦 我想我們未來會 請公股銀行跟審慎來處理 部長 因為喔 紐約時報指出說 美國稅改企業稅率大降 讓美國變為稅率偏低的國家 那可能挑戰國際這些 經濟上的這些秩序 那引發減稅競賽 讓國際貿易啊 關係趨於緊張 那 對於外媒對美國稅改 有這樣的疑慮 那請問 對外媒稅改的這個隱憂啊 那個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當然這個 有些國家或許會朝著減稅的方式 但是呢 像韓國他就是要增加稅啦 韓國 對 韓國他公司所是要增加的 因為喔 那個部長 因為台灣 國內也將通過稅改 那請問對國內經濟啊 會不會雪上加霜 應該不會啦 因為 你認為不會是嗎 因為我們也是中小企業 為主的這些企業 但是你這一次 這個營鎖啊 把它17% 調到20% 那其實 韓國他們是 胡植大企業 我們這裡是胡植 中小企業 那像這種狀況 人家在減稅 我們要把它增 會不會雪上加霜 韓國也是全面加稅喔 韓國那個 公司鎖稅也是加稅的喔 那個 你認為 這個 我們這樣的操作方式 對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整體的經濟 大概還好 因為我們營鎖稅啦 在全世界各國啦 即使我們增加到20% 還是在全世界各國來講 還是很低的 無論跟OECD國家來比較 或是亞洲國家的平均稅來比較 我們還是比較 那為什麼我們這裡現在投資 一直在地檢當中 還是我們整個環境不好 這一部分已經陸陸續在克服了 五缺的啦 五缺 那個嘴巴喔 政府很會講啦 但是講跟失誤喔 這個操作面喔 真的落差極大啦 部長 因為喔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那彭淮南總裁說 全球大概只有美國 明年的經濟成長會優於今年 那國內經濟 多半是仰賴 我們這裡都仰賴出口 那賺取外匯 那如果 那個請問 要是按照 推估的結果 你認為明年 稅收會不會短增啊 應您看 當然主要 因為稅收短增超增啊 主要是看你變的預算 沒關係 那跟委員報告 過去十年啊 我們有六年超增 四年短增 那今年雖然是超增 沒有錯 不過呢 實增數啊 可能會比去年來的少一些 還要少一些 對對對 所以說 那你認為我們明年 會不會 就是說達到 最起碼你要是 實現數能夠達成 對所以說啦 編預算的時候 我們明天要審預算嘛 所以這一部分啊 事實上 可能啦你 這個預算啊不能加太多啦 因為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今年實增數 已經比去年少了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警訊啦 那個短增的情況 會不會是 國內整個經濟 轉壞的一個表增 也不會啦 因為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是2.58嘛 然後明年啊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署的預估啦 是2.29 那我們明年的 所得稅啦 是根據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所以說大概 所以說部長你還是很有信心 對我們假如是 照行政院所編的預算啊 事實上我們編的預算啊 我們是有信心能夠達成啦 跟委員報告 我們 105年的實增數啦 中央政府呢 是15338 一兆5338億 那今年度的實增數啊 可能會 比15338大概少 少100億 或是低100億一些啦 那但是我們明年的時候 比105年的實增數 已經多了237億了 所以說你有信心是吧 當然啦 我們希望能夠成立算 因為喔 受新台幣升值的影響 那些受選頁啊 11月 單月的競費損 高達154億啊 是是 那這個 單一的受選頁 匯損擴大 請問是不是代表 大多數的上市櫃公司 也會面臨相同的處境 大概跟委員報告 其實啦 到1到11月的這個出口啦 比去年同期再增加13.1% 匯損啊 匯損很嚴重啊 對對對 但是啦 其實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銀行他的獲利率 整個銀行 加起來的話呢 他當然是包括受選頁嘛 事實上他的獲利是比 跟以往年度來比較是次高的 所以說整個 所以說你認為沒有問題 對 當然你受選頁後期有虧啦 但是其他都賺錢啦 因為齁 彭總裁啊 彭淮南總裁 在卸任前 這個 認為說未來新台幣的匯率 可能會 是不是 失控的這個徵兆 會不會啊 應該不會啦 我想沖安銀行這方面啊 呃 有相當大的把握啦 楊副總裁 你也上來好不好 謝謝 楊副總裁 是 那個副總裁 因為明年齁 彭淮南總裁要是卸任的話 央行即任的總裁的行事風格 你認為 是應該另辟蹊徑還是消歸潮水 呃 這個 呃 如果 如果我 呃 我 我 我觀察總裁的一個 呃 行事的風格的話 那 基本上呢 總裁呢 都一直認為 他是 按照這個 中央音量法的一個 呃 的 的這個規定 來 行使他的資權 那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是央行這個 股息 弘利的腳褲為例 是 在彭總裁退休後 是不是有必要 調整投資的方式 項目 還是沿用 呃 這個 救息啊 這個原來的這個制度 因您看呢 呃 這個 在執行面方面呢 都是在外匯局在執行 吼 那當然就是說 基本上呢 呃 那個資產的管理 這是很嚴密的 齁 他們是有 有一個 一套的那個 管理的一個規則 齁 那當然啊 如果說 新的總裁 他有 他新的總裁 他有 有另外的一種看法的話 呃 要做某些的改變 這個我 我也沒辦法 我不曉得會 會怎麼樣 就是說 基本上呢 他的 management 副總裁你認為 未知數就對了 那 那要看就是新總裁 是不是也要 也有這樣的一個 因為大家當然都是希望說 盆總裁繼續留啦 不管藍綠 大家都肯定他 是 那他要是有生涯的規劃 那當然我們也要針對未來 的人選 那 這個 蔡總統 有提到說 目前央行人選 都還沒有 具體的定案 但是不論未來 央行總裁是誰 台灣的匯率啊 利率 政策 都不可能出現 U型的這個 緩轉 那請問蔡總統 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表示 明年 雙綠的波動 不會太大 這個我 這個我就 我就沒辦法回答 你沒有辦法來做答誤 因為 如果 現有的運作 決策這個模式 都進行調整 那請問對國家 到底是 整個未來是有好處 還是有壞處 報告委員 就是 誠如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說 基本上呢 就是 總裁一直就是說 他的一個執行呢 他都是根據這個 中央銀行法的 所以如果說是 以中央銀行法 來作為他的一個 叫操作的一個目標的話呢 那基本上呢 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我了解 好 其他下次再請就好了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各位請回 接著請盧秀營委員 主席請 楊副總裁 請 這個 央行應製廠的 陳總經理 謝謝 好 兩位 應製廠的總經理 謝謝 好 兩位 應製廠的總經理 好 全部回收 重印 費用由 央行應製廠 自行吸收 那一共是 九千多萬左右 那 換句話說 他就要強迫你們吸收 你們107年 邊的業務收入大概是四十多億 我剛才問了一下 好 盈餘大概是八億元 那今天我們要審央行的稅入 所以 現在是不是央行接受外交部的強迫 這二十萬份由你們回收重印 費用由你們自行吸收 盧委員 就是說 這個 基本上我們還是尊重 外交部的說明 那至於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契約的關係 所以呢 也就是說 我們的應製廠 跟外交部的領務局 在做怎麼樣的一個 就是說要怎麼來解決這個事情 就由他們雙方來決定 那這個呢 是不是盧委員 是不是我請我們的 我請問一下 是 這個二十萬份的東西 是不是外交部已經驗收了 是 因為已經發出兩百多本了嘛 對不對 是是是 所以如果他已經驗收 他有責任啊 怎麼會全部 你怎麼可以當小媳婦咧 你要硬起來啊 是 怎麼可能是九千多萬 全部由你們自行吸收 所以 所以就是說 我剛才跟盧委員報告 就是說 這個就是由我們的應製廠 在跟他們的那個領務局 來來來來來 如果由你們自行吸收 我也不同意啊 是 因為他已經驗收了嘛 是 而且已經開始發照了嘛 發了兩百多本出去了嘛 是 那第二個我請教這個總經理 就技術來講 這二十萬份 九千多萬塊耶 請問是全部銷毀 還是抽換可以改善 目前這個部分 我們還在評估當中 我們這個應製廠啊 接受外交部委託啊 呈應中華民國護照 已經有四十多年了 所以說這個 雙方面的配合啊 非常良好 不論外交部有什麼決定 我們應製廠是全力配合 不能全力配合啊 你要跟他這個在商延商 跟他討價還價 是 他叫你全部 他九千多萬要你自行吸收 你怎麼可以自行吸收 他已經驗收了嘛 是 我們會針對這個問題 在跟他協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你剛才講 四十幾年都有你們在印外交護照 那現在呢 二十多萬回收 已經有一部分開始使用了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斷貨 因為第一代的晶片護照 現在外交部還剩多少存量 那你現在這二十幾萬份回收以後 那他的去處會要抽換 或是全部銷毀也還不清楚 所以呢 現在第一代的晶片護照還剩多少本 那將來護照的換發 會不會有斷貨之餘 報告委員 我們絕對全力配合 目前第一代的護照 手上大概還有二十萬冊 所以說呢 應該可以撐到過年前 我們在 農曆年前 農曆年前 二十萬份撐到農曆年前 是 那我們會在農曆年前 重新再替換現在的這個護照 所以來得及 第二代的這個東西 要更換或是重印來得及 來得及 好 謝謝 接下來 廠長請回 總經理請回 另外我請教總裁 總裁 剛才你在這個回答 上一位賴世保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蠻訝異的 是 你證實彭總裁 之所以堅持求去 是因為趙峰的案子 央行的總裁被民進黨糟蹋 所以呢 他不太舒服 堅持求去 是這樣子嗎 剛剛呢 我是說 大概 因為總裁的想法 我也沒有就是說 我怎麼會知道他的 你追隨他已久啊 對 但是你剛才言談中 證實這個事情 不過呢 我是說大概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沒有 就是說我來證實 沒有 我沒有證實 但是你剛才為什麼回答 賴世保委員這樣子呢 沒有 我就說是 也許吧 也許 因為你 第一個你追隨總裁 已久對他 之之甚詳 第二個 你一向是謹言盛行 你會講也許吧 就是個新聞 那另外 這個 剛才你在回答前面的委員 談到匯率雙率的時候 是 你非常的謹慎 你完全不鬆口 因為 身為央行的這個 副總裁 央行的所有人員 對於雙率 那謹言盛行 是對的 所以剛才前面一個 林德福委員怎麼問你 都講不出 你都沒有回答 我覺得這是對的 可是 我們蔡總統 最近跟財經記者 在參序的時候 特別提到雙率政策 不會優行大轉彎 那你認為 總統評論雙率是否適當 第二個 下一任的總裁人選 都沒有出來 那總統就自己斷言 雙率政策不會轉彎 那會不會給國際的這些組織 尤其美方一個藉口 我們國家的元首高層 在干預貨幣政策跟雙率 會不會給他們一個藉口 那你覺得總統評論 雙率是否適當 我如果就我的一個解讀呢 就成為我剛剛所報告的 就是說基本上呢 中央銀行總裁 無論是哪一位總裁 來執行的時候呢 他都會依照這個 中央銀行法來執行 所以如果說 中央銀行法可以評論雙率嗎 中央銀行法有沒有規範 所有的人員都不可以評論雙率 中央銀行的一個 中央銀行法第二條 它的一個經營的目標呢 它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我們金融的穩定 第二個呢 是我們的幣值 對內對外幣值的一個穩定 那這個是匯率的穩定 還有就是利率的穩定 所以這個就是說雙率呢 就是穩定 以穩定做主著 所以呢應該就是說 如果就是說 如果就是說 以這樣的來講的話 就是說要按照中央銀行法來執行 你在替總統解套 不過也難怪啦 因為你也是candidate之一 就是你是候選人之一 央行總裁候選人 我今天忽然發現 你的話蠻多的 過去你來總 來這個財委會備詢 那即使是代理也非常的謹言盛行 最近話忽然多了起來 那表現積極 不過呢 我們了解 彭總裁 因為對於央行有責任 所以當然我是第一個發起說 應該要慰留他的 我也向總統跟行政院長喊話 請看我的臉書 那也看我在財委會的質詢 不過 如果總統堅持要換人的話 那你也是candidate之一 那這個我了解 這個彭總裁很希望是你接任 因為這樣的話 就可以彭歸楊髓 那所以我請教一下楊副總裁 你這兩天話忽然多了起來 為什麼 第二個是 如果這個總統基於 我們國家金融貨幣政策的穩定 那希望你接任的話 你會說yes嗎 巴奧如委員 就是說 因為平常啊 委員問我的機會不多 所以呢 我講話好像也比較少 那今天呢 就是委員好像問的比較多 所以我當然要回答委員的質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有關於新總裁 我覺得啊 國內的人才很多 那如果是你呢 如果總統或院長請你來接任 你願意嗎 國內的人才很多 那是 那這個誰 如果說彭總裁不願意繼續的話 那誰來接任這個新總裁 我覺得這個是總統的職權 所以你會尊重總統的職權 你會尊重總統的職權 總統如果邀請你的話 你會為國效命 國內的人才還是很多 對啦 我這個題目為難你了 因為你是當事人 不過呢 就是你的確也是這個 呃 這麼多年來 那跟在這個彭總裁旁邊 那本身協助他甚多 那對於央行長期以來的政策 知之甚强 那所以呢 如果是你 我們也祝福 不過最重要的 我還是希望彭總裁能夠留任 因為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保 國家有這樣的一個重臣 14A的總裁 世界難尋啊 尤其我們現在經濟 金融的情勢 這麼的險峻 所以 如果能夠找到一個 像將的人 求都求不來 別的國家 打著燈籠也找不到 那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人選 那應該要請他這個 這個老季福利 繼續為國效忠 應該是這樣 所以要回 請你回去轉告總裁 不要泄氣 趙峰岸 雖然他被糟蹋 他是基於好意 想要出手幫忙解決 這是好意 大家都看在眼裡面 那也因此呢 當時會糟蹋他 是因為去年 這個年中就開始有人 在爭取央行這個總裁的位子 所以基於這樣的關係 大家爭取這個職位 所以拼命打擊他 這是有益的職位 謀取者 所採取的方法 跟發動的攻勢 所以總裁千萬不要中計 也不要因此心灰意冷 應該要想想 怎麼樣以蒼生為孽 以國家為重 繼續為國家為人民效命 我講的這番話 苦口婆心 你會幫我轉答嗎 會 當然會 好 那麻煩你轉答以後 總裁的反應 麻煩跟我回報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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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各位請回 謝謝 接著請一萬如文言 主席找有請楊副總裁 來 余委員早 夫董太早 夫董太早齁 就是12月26號 你才代表央行 參加國安會議 那據說就是有針對 亞太新情勢及 川普經貿政策的影響跟因應 對於川普的減税政策 你有提出建議是嗎 報告委員 沒有 你沒有對總統提出建議 是 沒有 那為什麼你去參加會議 沒有建議 你貴為央行代表 因為他們的資料都是已經準備好的 因為有很多委員發言 所以你就不需要發言 好 沒關係 你那天沒有發言的機會 我現在給你 你的建議是什麼 我想就是說川普稅改的這個議題 那當然就是說他 如果委員要我稍微講長一點可以嗎 不可以 因為我時間很有限 對不起 那最主要的還是就是說 美國大概余委員也知道 就是說這個稅改是川普 他一上來的時候 他的貿易政策還有稅改政策 還有他的基建基礎建設 這些他認為就是要提高美國的 你不用重複他的政策 我要你的意見 那基於這個呢 我們必須要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要來仔細的了解一下看看 就是說觀察一下 我們的對國內對他的投資 第二個呢 我們要密切注意就是說台灣跟美國之間的一個貿易 是不是這個逆差呢 逆差會不會擴大 好 那接下來想要請教就是說 前不久也是蔡總統提出 基本薪資應該是要在3萬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的看法是什麼 基本薪資是3萬 我覺得這個數據啊 是應該要就是說 是這個就是說 老委會啦 老委會啦 或是那個國華會來做建議 那你覺得說像我們現在 假設如果說蔡總統 期待的基本薪資是3萬 你覺得還有面對我們這個川普的稅改 還有他的這些財經政策 我們央行有沒有什麼調整的空間 所謂的調整是 你有的就是貨幣的工具啊 你的貨幣政策呢 那當然啊就是說中央銀行呢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啊 主要的還是說 還是說以這個就是說金融市場的一個操作為主 就是說穩定 然後呢在穩定的情況之下來協助經濟的一個發展 那當然啊 如果說就像這個川普的一個稅改的這個政策 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 提高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生產力 那貨幣政策在就是說要再提高生產力的這個方面 貨幣政策呢他是比較沒辦法來著力 那我們主要的還是在那個 構思制的政策 是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前不久就是彭總裁 其實也有針對蔡總統的問題回答了 這部分你知不知道 你應該知道吧 是應該是 你應該知道嘛 所以我就不重複了 那彭總裁說薪資跟物價是兩回事 不能因果顛倒 而薪资跟劳动生产力是有关的 他又赞成基本工资条上调 但是他没有说要调到多少 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当然了 你也呼应蔡总统三万块的看法吗 还是更多 因为就像我们总裁他在说明 劳动市场他不是一个 顶面跟供应来决定的 他的工资 所以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市场 是资方比较多 我先简单的再提醒你 当然这个变数是有的 经济学就是有变数嘛 所以说彭总裁讲的是说 跟劳动生产力有关嘛 那接下来我再继续再请教你 这是彭总裁上任以来的 这个生产力的成长率 从1998年彭总裁上台以来 到2016年 产业生产力成长了212% 换句话讲2.12倍 但是基本工资只多了26.31% 26.31% 根据彭总裁的看法的话 假设1998年台湾的基本工资 是不是假设这是真实的 15840元的话 到2016年 这样子的一个陈述 应该是33580元 如果是依照彭总裁的论点 可能这个33580元不够 甚至是更高 所以我想问一下副总裁 就说第一个 我们其实也很质疑 央行在这么多年来 到底帮了什么忙 那现在我先问你 假设如果你是下一任总裁的话 你要怎么帮忙 你要怎么样帮忙呢 是请企业来喝咖啡呢 请他加薪呢 还是说你要用你的货币政策来引导 你们央行要怎么帮忙这件事情 至于就是说他基本工资是要调多少 这个我记得啊 这个都是一直以来 都是劳委会来跟这个资方来协商 依照你们央行的理论嘛 依照彭总裁的理论嘛 你的薪资要成长 是有关于这个劳动生产力嘛 我就给你看 劳动生产力从1998年到2016年 成长了两倍多 但是你的薪资 基本工资只成长了26.31% 大概只有 这个0.2倍合一 不成比例啦 不成比例啦 所以你没有政策 你没有对策的话 那是不是说彭总裁的论点 是有问题的 不会就是说报告余委员 就是说中央银行 有些时候在做 在我们在做这些的一个 文章的一个发表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就是说要进到 就是说政府里面的 就是说是一个单位的一个责任 好彭总裁因为我时间很有限 那个副总裁 我因为时间有限 我最后一题啦 最后一题了 就是我们也知道 总裁彭总裁的报告力 大家就是举事都知嘛 相信你被他轻点 promote你的报告力 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我就是有一些问题 我不懂嘛 我现在请教你嘛 这个是根据 这个媒体也制表出来了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在过去 1990年代以前 的确这个薪资跟生产力 是成正比的 而且事实证明 而且还是这个 譬如说你们看71到80年 劳动生产力增幅才70% 但是薪资增幅可以高达133% 但是彭总裁上任是1998年 我们看90年到104年 完全不是正比的状况 是反比 甚至可以说是反比 我的劳动生产力增幅73.2% 可是我的薪资增幅只有 21.8% 央行眼睁睁看着劳工 被剥削了20几年 你们的作为是什么 我想就是说我们只能来 就是说发表这个paper 来提醒就相关的单位 就是说这个劳动生产力 跟薪资的一个关系 如果这个问题20年前就存在 彭总裁为什么要现在才讲 作为一个央行 你发表paper 你是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发表paper 你眼睁睁看着劳工被剥削了20年 你没有作为 这是各国央行该有的态度吗 我想薪资这个薪资跟劳动力的 这个是劳委会他们的一个 你现在要推给劳委会 你不是跟大家讲说 薪资跟劳动生产力是成正比吗 我们当然我们是可以这么讲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职责 就是说你就一定要来提升薪资 我现在问你嘛 你有没有职责嘛 你有没有工具嘛 我们的工具就是货币政策而已啊 所以你一直觉得货币政策跟这个薪资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好 但是事实上作为一个央行 我今天是问你问题吗 对于你们的理论我们提出检视嘛 好不好 但是对于一个央行 你每年花那么多钱发paper 你到底对台湾的经济贡献 实质劳劳的感受你做了什么 换句话讲 你眼睁睁看着劳工剥削了20年 那对于我们监督的单位 立法院 我们其实更质疑的是说 你倒是每次开会 开的内容是什么 之前其实我们也有提案 要求说央行要公布会议记录 但事实上只是你们的 我们现在要提案 我们希望要求 你们公布所有人的对话 所有人的记录 不要让这些礼件事都只是投票部队 你觉得副总裁 你觉得可不可以 我们刚刚就上一次 我们事实上我们的mini纸是比照 世界的主要国家的mini纸的方式来公布的 所以你是认同吗 你是认同我们提案吗 那至于就是说委员委员所提案的那个就是要每一个的 那个有的甚至要40年的时间才公布 有的要10年才公布 那这个我们上一次也有给财委会的一个说明 我想我们再研究看看 你们再研究看看 我还是建议说啦 你们做了什么决定 大家都不知道 出来开个记者会 讲讲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经得起验证嘛 全球的中央营兰 全球的中央营兰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央行能够持着开放的心态 中央营兰都是开放的 好 谢谢 接着请司翼方委员 请杨副总裁 好 杨副总裁 司委员早 副总裁早 今天想谈一谈一些国际化的问题 在美国退出TPP以后 它更名为CPTPP 那它强调的是所谓的包容性跟弹性 也渴望换换一些条件 诸如一些保留的条文 然后冻结条文等等 都可以作为是谈的依据 那样行也指出就是说 CPTPP它的条件比较宽 那比较适合国内的这些企业去达成 也没有美牛或美猪的议题 所以应该要积极的争取 那也可以分散我国的出口市场 或者是加速我们供应链 也不会被边缘化 那这一方面 我要请教副总裁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从怎么样的方向去切入 然后比较有机会去加入这一个组织 那当然我在想 就是说这个CPTPP现在是11个国家 那11个国家这个生肖时间是希望 是希望 因为到目前可能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都是要来 要来同意的时候呢 恐怕要在2018年那个时候 2018年以后呢 又要他们各个国家呢 要国外要通过 所以这个恐怕也要 就是说是一段的时间 所以呢 希望是在2019年 那这个呢 这个完了以后呢 他如果要新加入的这些呢 又要跟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国家要同意 所以这个恐怕要花长的时间 但是呢 有没有机会 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意愿的话呢 我们应该就是说要做充分的准备 另外有一个组织就是RECP嘛 那RECP在我国的进出口的比重相对的高啊 但是这个部分目前是由中国在主导 那根据杨总裁的认为就是说 我们在现阶段是要选择 放弃还是要积极的去加入啊 包括委员就是说 这个RCEP 因为我们它的比重比较高 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跟大陆的一个 那个比重 因为我们跟大陆的一个比重大概40%左右嘛 如果说把这个中国大陆把它剔除的话呢 那RCEP的比重就不会那么高 那CPTPP呢 现在目前呢11个国家的比重 说实在也不是很高 但是呢 美国智库 PIE 它认为就是说 有一些的国家 比如说台湾 哈南韩 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菲律宾这些要进入这个CPTPP 那这样的话可以形成CPTPP16 那16的话呢 那它的效益呢就高了 那对台湾的那个好处呢 就会非常提高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诱因 那本期有听到两种说法 就是那个 我国的那个经贸谈判 办公室里面 邓政委员 在谈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很多的会员国希望赶快生效 那也希望台湾能够准备好 然后欢迎台湾加入嘛 但是在经济部次长 王次长的那个说法里面 他相对的保守 他说他 这个组织里面 他有高度的 高标准的协定 那这个协定里面 需要十一国的会员国的同意 那再下来就是说 他除了法治面与经济面以外 但是他的困难度是在政治面 那我要请教副总裁 就是说这个困难度的政治面 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了 我想了大家都会知道了 这个就是说是 在这个CBT除了其他的会员国以外呢 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说 是日本跟中国大陆 这两个是很关键 那当然了 美国的态度也应该 即使就说他退出了 那也许 也许这个我也没办法 很确定 就是也许他还是有影响力 好那我想未来 还是要积极的远离方向 加速我们加入的一些政策 好那副总裁请请回 我要请一下那个财政部的许部长 好许部长来 四伯爷你好 部长好 那个美国国会 两院在20日通过川普的这一款税改 那他的税改的主要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调降个人的所得税 包含最高的税率的调整 或者是标准cost的增加 或者是调高 就是服役儿童的减免减税这些 或调高遗产税的门槛 那这些政策 都是对美国人的纳税人士相当的受益 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 他可能被认为是 冲启全球经济的这一种改革 就是从企业税里面从35%调降到21% 另外从海外的获利里面 如果是现金的部分的话 还可以到15.5% 会现金的部分可以到8%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税改 会不会冲击到台湾租税的竞争力 部长你的看法如何 跟委员报告 当然我们先从企业税开始来看的话 他调降到21% 事实上我们这一次税改是20%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周所罗税 那周所罗税大概有3%到12% 每周不太一样 所以这么加上去大概 将近24%到27%左右 所以还是比我们高了 所以这个 那另外个人所罗税部分 大概都有点相同 就是往下调 我们从45%调降到40% 那他是39.6%调降37% 那就比较接近一点点了 因为原来我们差了5点多嘛 那现在大概差了大概3左右 那有两种说法 一种的说法是说台湾会被边缘化 那一种是说台商会认为是大力多 那部长你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子的 无论是我们的 这边的厂商 到美国 无论是社 子公司分公司 其实就税上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原来35% 现在要降为21% 那或者是因为我们 因为分公司要合併 所以那边缴的税可以来扣低 那那边假如是子公司的话 他的扣缴税款还是30 所以并没有改变 那所以说那边缴的税可以来扣低 因为我们税比较低嘛 在过去的一桌里面 那个全球的在建基金 流出的那个金额高达33亿美元 这也是在2017年里面 第三次的资金外流最高的 也是从2016年的12月里面 资金外流最高的一次 那这些资金有流到 就是以开挖国家的这一些 债钱基金 债建基金大概高达40亿 其中有8.41是流到新兴市场 那这也显示说 投资人对新兴市场的信心较高 那部长这样的看法 会不会担心说国内的资金外流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资金是蛮充裕的啦 那我想第一个操我储蓄 或者我们银行啊大概多了10兆 等于存款跟 放款之间差了10兆 所以说当然啦 从一个厂商的观点来看 他要追求比较多的利润嘛 那赚了钱 那同样以税率上来看 多缴税啊 我们也不错啊 那在资金的压力下 那个美债10年的那个 10年起的那个殖利率啊 在这9个月里面 商充9个月最新高 达到2.25嘛 那甚至得债也在攀升 或者是说应债 那我要请教部长就是说 国债的部分的殖利率 国债的部分目前是 比较蛮稳定的啦 当然是比较低一点啦 会不会提高 因为受到各国的压力之类的 也不会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第一个发行的债券 除了公私债 金融债券以外呢 另外我们公债啦 还是有一定的额度嘛 所以相较之下 我们没有很多的那个 供给啦 那未来啦 未来在世界各国 要直接留住FDI 都采用减税的措施 所以现在大致上 都是在减税的趋势 在竞争嘛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美国提出这种税改 税改的协商的时候 国内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 就到美国去探路了嘛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大型的厂商 他有一些供应链 那这些供应链 也考虑说到美国去设厂 那在这样的效应下 财政部在这方面 有什么样的调整 或是如何的去处理 假如他的根还是留在台湾 无论你是全球布局 然后在国外设置公司也好 分公司也好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税并不会减少 以美国来看为此一样 但是他赚了钱以后会回来 我们这一部分也是客不到了 那在这一次的那个税改里面嘛 税改里面未来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四年里面 从审计部里面提到说这四年大概 操政了大概700亿左右 那财政部里面大概有1000亿的说法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税改是税损大概61亿嘛 69亿 69亿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未来 会不会说在税损大概700亿的这种情况下 让这些受薪的阶级的薪资扣除额 或者是标准扣除额再把它提高之类的 你会面临这个挑战吗 跟委员报告是就是说其实啦 或许今年还是超真 不过弧度大概500亿左右而已 不过那是因为边预算的关系 那跟委员报告一个数据啦 事实上今年的实证数 我们预估大概一兆5200多亿 但是105年的实证数多少呢 是1500一兆5338亿的 所以说今年的实证数是比去年会少一些 那明年度的预算呢 我们编了多少 一兆5575亿 所以比105年实证数加了237亿啦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让委员了解 至于说那个税改的部分啦 我想我们会来考量 当然啦就是说不可能说 从69亿增加到700亿 那这样子的花债将来要面临这个问题 没错但是你会受到这两个数字的挑战 对当然我们会来充分来考量 但是你对于那个受薪阶级的这一些 是必须要多多的考量 对我们会多考量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各位请回 郭正亮委员改书面 接着请李坤泽委员 李坤泽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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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委员会先报告一下 待会王仁泽委员 这个执行完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现在请王仁泽委员 好谢谢主席主席 麻烦我请陈政部许部长 好许部长来 王仁泽委员 王仁泽委员 部长好 部长我们在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看到 我们的税入成长的幅度大于税出成长的幅度 对 但是仍然有差短 对 差短的这个部分缩小到944亿 那比在今年度降低了385亿 比去年降低了385亿 呃是 就是 你几年了 对不起 那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况是98年度以来 我们中央 我们的年度总预算编列最小的一个差短 是 那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创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差短幅度的缩小 你们大概说明一下 这一部分当然啊 应该是税入税出啊 税入的部分啊 我们希望尽量能够增加嘛 所以税出幅度比较高 那税出部分呢 也控制一定的额度 所以说税入税出 一个增加一个阶段让它能够控制的话 我想这里面当然 好 这里面有一部分的就是说 税收的增加嘛 好 自然的就是说 它在这里面无论透过政策 或者是说因为 呃 经济的关系等等就是说成长 好 这里面我想请教 有没有相当的一个幅度里面是 因为我们把税收的估算更务实 然后更精准 谢谢 谢谢文 那个确实没错了 对 是不是让整个的就是说超增的情况 里面的 对 因为明年啦 假如按照行政院所送过来的数据的话 当然啦 后续有超增 但是啦 已经很有限了 像今年的话呢 有超增 不过 已经会比105年的施增数来的少了 是我想 超增或者是短增 很重要的一个我想 部长应该 借很多的就是说机会场合 乃至于透过媒体 要告诉国人 这里面并不是我们多收 在税法相关规定里面 就是说多收了民众的税收 这完全是估算的问题 对 对不对 在我们预算编列的时候 估算的问题 所以我们超增并没有 多收民众的税 是不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过去 10年里面有4年的短增 我们没有少收 该收还是要收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说怎么样子 更精准的来估算 我想这对于国家 在收支的这一个部分 会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个部分 我想部长跟我们财政部的同仁 应该在这方面 再做更多的就是说努力 让我们税务的收入 在估计的这个部分的话 能够更精准 那我想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中央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说财政 有建区改善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 是地方的财政的状况 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地方财政的状况 不佳的结构性问题 在收入层面里面 主要的是因为自有财源偏低 还有财政努力不够的这两项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地方自有财源的偏低 都是因为城乡差距 所以导致人口外移 还有经济发展 就是说难以发展 这样子的原因和因素吗 这个当然有点影响 城乡会差距会越来越大 对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地方财政状况 就是说一直没有办法 有效的就是说做改善 当然未来啦 这个财政收入法改善 就是修正也是一个方向之一 部长我这样子请教 我们在地方税与法通责 在91年公布施行以来 在这15年里面 地方政府实际开征 无论就是说特别税客 临时税客 或者是附加税客 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非常的有限 那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的话 您会认为就是说 是因为地方政府的 自主空间不够吗 我们有没有必要在财政收支划分法 跟规费法里面 再来做相关的调整 当然地方税责 地方税这部分 事实上已经他们 有部分的限制在课了 当然额度大概1、21左右吧 那当然未来在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的部分 我想这部分也会来考量 因为第一个 直辖市跟县市之间好像有点不太平衡 所以这部分也会考量 我想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 地方要对他自己的财政负起责任 是 能够有自主 自主是一个 而且在自主的情况里面的话 很重要的一个是要能够负起责任 目前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地方税 包括地价税、房屋税 跟土地增值税 这三个 那就是说在公告地价的这个部分 跟公告限制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反映 就是说交易的价格 那去年很多个县市 虽然把公告地价调高 但是事实上还是不到市场价格 到实际的就是说价格 只是这样的调高的情况跟结果只是接近 那但是今年 包括我们六个直辖市在内 罕见的同步要调低公告地价 跟土地公告限制 那这其中宜兰 六都以外就是宜兰 就是把公告地价一下子调掉 42.07% 就是42%左右 那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的话 明年的就是说地方税的这个部分 一定会大幅度的减少 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里面的话 财政部预期 我们会不会将来 就是说在明年开始个别的县市 有超过在线的状况会发生 还有地方的就是说财政的状况 会不会恶化 这个额度也没有差很多啦 二十七 两个多亿是不是 二十几亿 那跟委员报告就是二十几亿而已 所以影响也还好 地价税的部分 所以对 当然我们 所有调低的这个部分 总损失的税损是二七 不是我们有增加有减少这样相减以后 对那减少的这个部分 在别的县市六都宜兰等等的就是说情况 宜兰的财政状况 事实上非常的不好 对不对 部长很清楚啊 是 好 它大幅度的降低 它的 它的公告低价 是 那它的财政状况会不会雪上加霜 跟委员报告了 六千多万而已 六千多万而已 六千多万 所以 六千多万对宜兰当然也是有点影响 譬如说这一次台北市减了16亿 但是台北市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 对 所以在这里面 下面进一步要跟部长来做讨论的 可是以台北市来讲的话 它表示就是说它要 它调降6.12% 台北市就是说也调低它的公告低价 那地政局长说 它是要考虑民众负担能力 第二个部分的话 要求就是说尊重地方的财政自主 那这里面的话 台北市民的这个部分负担能力有下降吗 有什么样子重大的改变 台北市民在以他的财务负担的能力的这个部分做了改变 当然我有公告地价 它这个因为有内政部底下的地震 地震处的地震单位来负责的 那当然这考量啊 它可能最近的就近一年的实际交易价格啦 有有点下跌吧 台北市的财政状况好 是因为台北市的创税能力好 是这样子吗 它本身 它本身条件是不错的 是第一点 是条件的原因嘛 第二点 在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款 里面的就是说分配 上面 它也占尽优势 对 这一点 所以说也是其他各地方政府认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 它可以做这样子的降税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就是原因跟状况来讲 部长认为觉得这样符合量能课税的原则吗 它不是能力变差 对啦 它其实在统筹分配税款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占尽便宜 然后它对外宣称它的财政能力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要做调降 那它调降的这一个部分 事实上就是说在公告地价的这个部分 相对来讲 同样的情况里面就是 是相对所得高的人 事实上是有利的 对啦 我想两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当然在统筹分配税款部分 占了一点便宜没有错 不过在台北市的地价 当然最近当然有点下滑 所以它才做这种调整 所以我想在 分别来看 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部里面应该要有相关的图施跟办法 对于地方的财政 他们除了就是说要求自主以外 要求他们付起财政几率 然后负起财政的就是说责任 这个部分会很重要 这个也是未来 不要等到它恶化了之后 空空了之后的话 再来跟中央政府要钱 对对对 我们应该有预警的制度 然后应该对它要负起责任的这个部分 提出相关的要求 好 也谢谢委员指教 我想这一部分 未来财政说实话 很重要一个 除了刚才省市之间 就是直辖市跟县市之间的平等以外 另外就财政几率也是很重要的 好 希望财政部能够继续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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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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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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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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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7项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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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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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字幕志愿者 财税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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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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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出編列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其中整列新營分局辦公廳設搬遷裝修 天花板修散工友建築物 耐震評估及補強經費5161萬2000元 提案凍結該項增列項目1分之1 提案委員羅明財 盧秀燕 費鴻泰 林德福 第七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水電費2298萬7千元 提案减列10% 提案委員 費鴻泰 賴斯堡 林德福 第八案 南區國稅局100 提案刪除107年度財政部 南區國稅局一般行政通訊費20萬元 提案委員 盧秀燕 費鴻泰 第九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案日案件 計值籌金10萬7千元 提案全數凍結 提案委員 費鴻泰 賴斯堡 林德福 第十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一般事務費3484萬5千元 提案减列10% 提案委員 費鴻泰 賴斯堡 林德福 第十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公司維持 編列一般事務費3484萬5千元 建請三減20萬元 提案委員 賴斯堡 費鴻泰 林德福 第十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公司維持 向下編框活動費276萬6千元 建議全數凍結 提案委員 林德福 賴斯堡 費鴻泰 第十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1196萬7千元 提案减列該相預算10% 提案委員 費鴻泰 賴斯堡 林德福 第十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 設備及投資3229萬9千元 提案减列該相預算10% 提案委員 費鴻泰 賴斯堡 林德福 第十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 編列 貸購飲飲機3台 冷卻水塔1台 及其他雜項設備經費 共計50萬元 提案將三開預算 三減100元 凍結20萬元 提案委員 黃國昌 盧秀燕 江永昌 十六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一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 貸購飲飲機3台 22萬5千元 冷卻水塔1台 23萬元 及其他雜項設備費 五十萬元 提案將三開預算 三減100元 凍結30萬元 提案委員 黃國昌 獨秀燕 江永昌 十七案 南區國稅局 及所屬 107年度一般行政向下編列 退休人員 三減慰問金18萬元 建議預算全數三減 提案委員 黃國昌 郭正列案 江永昌 十八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納稅服務及規劃 編列一般事務費 四百七十萬九千元 建請簡列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費用太 林德福 19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編列 納稅服務及規劃 七百一十六萬兩千元 提案凍結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臺 賴世保 林德福 22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直接稅激增 編列一般事務費 二千零五十四萬八千元 建請三減十五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費用太 林德福 21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編列 直接稅激增 四千五百二十三萬三千元 提案凍結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林德福 22案 南區國稅局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編列 納稅 道路地區旅費 七萬六千元 建議全數凍結 提案委員 林德福 賴世保 費用太 23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稅款徵收及處理 編列 一般事務費 兩千一百五十三萬六千元 建請三減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林德福 24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案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編列 稅款徵收及處理 四千一百十九萬九千元 提案凍結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林德福 25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案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間接稅增收編列 一般事務費 一千兩百七十六萬一千元 建請三減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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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福 26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案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編列 稅激增三千兩百八十五千元 提案凍結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林德福 27案 財政部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案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法務案件處理 編列 一般事務費 一百四十六萬元 建請三減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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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福 28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案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編列 法務案件處理 五百六十四萬九千元 提案凍結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林德福 29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案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電子處理及應用編列 諮詢服務費 用八百八萬四千元 建請三減 二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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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福 32案 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案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電子處理及應用編列 物品費 712萬6千元 建請三減 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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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福 31案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07年度 預算 國稅激增業務向下 電子處理及應用 二千三百九十三萬兩千元 提案凍結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林德福 宣讀財政部官務署及所屬 第一案 官務署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案 稅客收入編列 關稅 1145億元 提案 增列 關稅 稅入 預算 10 億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林德福 賴世保 第二案 官務署及所屬 107年度 基本行政部官務署及所屬 優勢 預算案 罰款及批幣 收入編列 默陸及 沒收財務 6864萬億千元 提案 增列 關稅 稅入 預算 3000 萬元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第三 官務署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案 一般行政院 鄉下編列其他給予 5980萬 6000 元 提案 解列 該鄉預算 10% 提案委員 賴世保 賴世保 第四案 官務署107年度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向下 教育訓練費編列191萬元 提案凍結1八分之一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五案 官務署107年度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向下 通訓費編列67萬元 提案凍結1五分之一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六案 官務署107年度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向下 保險費編列60萬9千元 提案凍結1五分之一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七案 107年度官務署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向下 案日案件記之酬金編列156萬4千元 提案凍結3八分之三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八案 官務署107年度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向下 物品費編列709萬3千元 提案3減五分之一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九案 官務署及所屬107年度預算案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物品709萬3千元 提案凍結5%並凍結10%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林德福賴市寶 第十案 官務署及所屬107年度預算案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一般事務費3572萬4千元 提案凍結5%並凍結10%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林德福賴市寶 第十一案 官務署107年度預算案 一般行政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編列一般事務費3572萬4千元 凍結3減50萬元 提案委員賴市寶 費用太林德福 十二案 107年度 官務署及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向下 一般事務費編列3572萬4千元 提案凍結5分之一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十三案 官務署一般行政向下 文康活動費874萬4千元 建議全書凍結 提案委員林德福賴市寶 費用太 第十四案 107年度 官務署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向下 房屋建築養護費編列1253萬6千元 提案凍結8分之3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十五案 官務署及所屬一般行政向下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編列1476萬1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黃國昌 交往昌如秀宴 十六案 107年度官務署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向下國內履費編列2022萬2千元 提案3減1分之1 提案委員陳賴樹美郭正亮王榮章 第十七案 官務署及所屬一般行政向下 國內履費編列2022萬2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黃國昌 江南昌如秀宴 十八案 官務署及所屬一般行政向下 大陸地區履費編列814000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黃國昌 江南昌如秀宴 第十九案 官務署一般行政向下 大陸地區履費81萬4千元 建議全數凍結提案委員 林德福 賴士寶 賴士寶 20案官務署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案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 大陸地區履費81萬4千元 提案全數凍結該向預算提案委員 賴士寶 賴士寶 21案107年度官務署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向下大陸地區履費編列 大陸地區履費81萬4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陳奈蘇美 郭正亮王榮章 22案官務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向下國外旅費編列165萬1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黃國昌江湧 昌如秀宴 23案官務署及所屬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向下編列 設備及投資7114萬3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5 並凍結10 提案委員 廢洪 戴林 德福 賴士寶 24案官務署107年度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向下機械設備費編列 958萬7千元 提案3減1分之1 提案委員陳奈蘇美 郭正亮王榮章 25案官務署及所屬 一般行政向下設備及投資編列 7114萬3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黃國昌江湧 昌如秀宴 26案官務署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與關稅業務向下編列 激增業務 1億4320萬9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陳奈蘇美 郭正亮王榮章 27案官務署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關稅業務向下編列 激增業務 1億4320萬9千元 提案凍結10% 提案委員 費洪泰林德福 賴市保28案 107年度 官務署 關稅業務向下 水電費編列 5592萬5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陳奈蘇美 郭正亮王榮章 29案107年度 官務署 關稅業務向下 通訊費編列 1247萬8千元 提案3減1分之1 提案委員陳奈蘇美 郭正亮王榮章 30案107年度 官務署 關稅業務 向下基增業務 編列 一般事務費 2552萬4千元 建請 3減3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保 佩洪泰林德福 32案 財政部 官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一般事務費 編列 2552萬4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 並凍結3減5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保 佩洪泰林德福 34案 官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國內履費 編列 586萬5千元 提案凍結1分之1 提案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王榮章 35案 官務署 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查記業務 10億4067萬9千元 提案 減列10% 並凍結30% 提案委員 废宏泰林德福 賴市保 36案 107年度 關於關稅 關務署 關稅業務 向下 水電費 編列 687萬元 提案3減5分之1 提案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王榮章 37案 官務署 及所屬 關稅業務 向下 水電費 編列 687萬元 提案 簡列187千元 提案委員 黃國昌 江湯 昌如秀燕 38案 官務署 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案 編列 關稅業務 向下 通訊費 377萬6千元 3減 該項預算 5分之1 提案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39案 官務署 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案 關稅業務 向下 物品 編列 2829萬9千元 凍結 該項預算 5分之1 提案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40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預算案 關稅業務 向下 查期業務 編列 一般事務費 3035萬5千元 建請 三減 10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士寶 非紅太 林德福 41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一般事務費 編列 3035萬5千元 提案 凍結 5分之1 42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台北 關機 查組 X光行李 檢查 儀 維護費 374萬2千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5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43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金融關 X光行李 檢查 儀 維護費 227萬9千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5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44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台中關 X光行李 檢查 儀 維護費 213萬7千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5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45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高雄關 X光行李 檢查 儀 維護費 386萬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5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46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務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CSI 半固定 市貨櫃檢查 以兩部 維護費 351萬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5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47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機動市 貨櫃檢查 以八部 維護費 3600萬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5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48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機動市 貨櫃檢查 以特殊 零件 貸換 經費 780萬6千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5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江榮章 49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房屋 建築 及設備費 10247千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1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50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預算 關稅業務 向下 查清業務 編列 機械設備費 415414萬8千元 鑑請 三減 1千萬元 提案 委員 賴士寶 費用 泰林德福 51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機械設備費 414720萬元 凍結 該項 預算 1分之1 提案 委員 陳奈蘇美 郭正亮 王榮章 52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預算 關稅業務 向下 查清業務 設備 及投資 向下 編列 雜項 設備費 6546萬9千元 鑑請 三減 300萬元 提案 委員 賴士寶 費用 泰林德福 53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預算 關稅業務 向下 查清業務 編列 雜項 設備費 6546萬9千元 建請 三減 100萬元 提案 委員 賴士寶 費鴻泰 林德福 54案 財政部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雜項 設備費 6546萬9千元 凍結該項預算 五分之一 提案 委員 陳賴樹 美江永昌 郭正亮 55案 財政部 關務署 107年度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關稅資料 處理 2億 5616萬 2000元 凍結該項 預算 八分之一 提案 委員 陳賴樹 美 郭正亮 王榮章 56案 財政部 關務署 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關稅資料 處理 2億 5616萬 2千元 提案 凍結 10% 提案 委員 菲宏 泰林 德福 賴士寶 57案 財政部 關務署 107年度 刷 關稅業務 向下 編列 關稅 關稅 關務 服務 資源 整合 3690萬元 提案 凍結 10% 提案 委員 菲宏 泰林 德福 賴士寶 58案 提案 刪除 107年度 關務署 預算 一般事務 費 600萬元 提案 委員 卢秀燕 賴士寶 林 德福 59案 提案 刪除 107年度 財政部 關務署 及所屬 關稅業務 下查期業務 中業務費 預算 1952萬元 提案委員 卢秀燕 賴士寶 林 德福 62案 提案 刪除 107年度 關務署 預算 中 通訊費用 240萬元 提案委員 卢秀燕 賴士寶 林 德福 61案 刪除 107年度 關務署 預算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中央空調水電消防電梯高壓電 不斷電設備中央監控系統掌型機 電子電話交換機及飲水機等 維護費40萬元 提案委員 卢秀燕 賴士寶 林德福 62案 刪除 107年度 關務署 預算 查期業務中水電費10萬元 提案委員 卢秀燕 賴士寶 林德福 63案 提案 刪除 107年度 財政部關務署 及所屬 預算 關於房屋建築 養護費 預算 125萬元 提案委員 卢秀燕 賴士寶 林德福 64案 提案 刪除 107年度 關務署 預算 海運 X光貨� 檢查儀 5千萬元 提案委員 卢秀燕 賴士寶 林德福 65案 財政部關務署 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案 一般行政 項下獎金 原列 7億 2711億萬元 凍結 20%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66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務獎勵金 編列 2300萬元 凍結 該項 凍結 關務獎勵金 50%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67案 關務署 及所屬 一般行政 項下獎金 其中 關務獎勵金 原列 2300萬元 凍結 20%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68案 關務署 107年度 關務獎勵金 2300萬元 凍結 關務署 首長 特別費 50%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69案 關務署 一般行政 向下 房屋建築 及 養護 房屋建築 養護費 預算 1253萬6千元 建議 凍結 50%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70案 三檢 關務署 高雄 關 107年 關稅業務 向下 查期業務 預算數 100萬元 提案委員 市議方 郭政 量 陳賴樹美 71案 請財政部 關務署 舊海運 S 關 貨櫃 檢查 儀 太舊 換新 計畫 之後續 成效於 一個月內 以書面 形式 以書面 提供 本院財委會 報告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72案 財政部 關務署 及所屬 107年度 預算於關稅 業務 向下編列 急增業務 1億4,320萬9千元 將該項預算 凍結30%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73案 凍結107年度 各官署 基增組 X光 行李檢查 一 為付費 1% 提案委員 市議方 陳賴樹美 郭政量 74案 請財政部 官務署 盤點 長期空置 之未配住宿設 並評估 屋況 是否正常 是否符合 業務需要 應安全 疑慮 而未配住者 謹述研議 修繕 之可行性 並就其整理 及其後續 處置 進行規劃 於三個月內 向本院財政委員會 報告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市議方 陳賴樹美 宣讀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提案 第一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其他給予 編列 1134萬元 提案 簡列 該項預算 10%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第二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水電費 1833萬1千元 提案 簡列 該項預算 10%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第三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編列 臨時人員 籌金 379萬5千元 提案 凍結 該項預算 10%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第四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編列 案日案件 記之酬金 未辦理 性別 主流化 教育 編列 4萬2千元 提案 全數凍結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第五案 國有財產 屬 及所屬 107年度 雖然 一般行政 向下 編列 一般事務 費 2322萬4千元 提案 簡略 該項預算 10% 提案委員 賴市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第六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基本行政 工作 也只編列 一般事務 費2322萬4千元 建勤 三減 5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菲鴻泰 林德福 第七案 國有財產署 一般行政 向下 穩康 活動 經費 157萬8千元 建議 全數凍結 提案委員 林德福 賴市寶 菲鴻泰 第八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編列 房屋建築 養護費308萬元 提案簡列 該項預算 10%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第九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編列 設施及機械設備 養護費341萬2千元 提案簡列 該項預算 10%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第十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基本行政 工作為止 編列 雜項設備費185萬8千元 盡緊 刪減1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菲鴻泰 林德福 十一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107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 向下 泰患 本署 所需之設備 編列 216萬7千元 提案 將上開預算 凍結30萬元 提案委員 黃國昌 江永 昌如秀宴 十二案 國有財產署 屬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 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 接收保管 編列 一般事務費522萬1千元 購請 三獎 2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菲鴻泰 林德福 十三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 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 接收保管 編列 5215萬8千元 提案 凍結 該項預算 10%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十四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 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 管理 處分 編列 通訊費 931萬7千元 購請 三獎 3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費用 泰林德福 十五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 業務向下 辦理國 國有非公用財產 出租 換約 及租金 收繳等業務 編列 3936萬9千元 提案凍結 該項預算 20% 提案委員 菲鴻泰 林德福 賴市寶 十六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管理處分 編列 一般事務費 7801萬元 鑑僭3-3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費用泰林德福 十七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 案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管理處分 編列 一般事務費 7801萬4千元 鑑僭3-100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費用泰林德福 十八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編列 備占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加強清理計劃 一億四千七百五十一萬六千元 提案 凍結該項預算 百分之二十 提案委員 費用泰林德福 賴市寶 十九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辦理國產署 管理之國有非公用財產 及待處理 土地之讓售 或標售業務 編列 一千兩百九十萬八千元 提案凍結該項預算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費用泰林德福 賴市寶 二十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編列 辦理國軍老舊券 村改建國有不動產 估價及標售業務 編列 兩千萬元 提案凍結該項預算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費用泰 賴市寶 盧秀 卢秀燕 21案 國有財產署 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案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改良 利用編列 321萬3千元 提案凍結該項預算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費用泰林德福 賴市寶 二十二案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國有公用財產 編列 307萬7千元 提案凍結該項預算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費用泰林德福 賴市寶 二十三案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107年度預算案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電腦化業務編列 四千零二十三萬六千元 提案凍結該項預算 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費用泰林德福 賴市寶 二十四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案 其工作計畫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國有財產電腦化業務編列 資訊服務費 兩千四百九十二萬兩千元 鑑請三減五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費用泰林德福 二十五案 國有財產署 107年度預算案 國有財產業務向下 分支計畫 國有財產電腦化業務編列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六百六十九萬兩千元 鑑請三減二十萬元 提案委員 賴市寶 費用泰林德福 二十六案 為使國家資源有效利用 減少預算 序列稅入 至於原提案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 予以檢討並核實編列 就上述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兩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會提出 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 黃國昌 江朗昌 留秀宴 二十七案 要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就如何持續推動標築設定地上權等措施 並建立閒置土地追蹤機制等 於兩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 會提供書面報告 非警數去劃閒置土地 提案委員 黃國昌 江朗昌 江如秀宴 二十八案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即所屬 一百零七年度預算 一般行政項下 雜項設備費 一百八十五萬元 將該項預算 凍結百分之十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二十九案 國有財產署 元列十億 六千三百 一十七萬七千元 建請 凍結三分之一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一案 國有財產業務 計畫下之 國有財產管理處分內 編列至通訊費 元列九百三十一萬七千元 建請 凍結五分之一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一案 國產署 國有財產業務 項下 國有財產管理處分 三十一案 資訊服務費 七十六萬元 建請 凍結五分之一 提案委員 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二案 國有財產署 國有財產業務 向下 國有財產電腦化業務 預算數 一千六百二十四萬兩千元 刪除該經費 百分之二十 凍結 該經費 百分之三十 提案委員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三案 國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 於國有財產業務 項下編列 國有公用財產 五十七萬四千元 建議凍結二分之一 提案委員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四案 國有財產署 一百零三年十二月 修正之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 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首次明定都市更新單元 範圍內之國有土地 應就更新後可峰迴之國有 非公用用地優先依序評估 作為中央機關辦公聽設使用 顧請國財署於本案檢討規劃 並於三個月內 向本院財政委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五案 敬請財政部國財署 就限制土地追蹤機制 並規劃有效之活化方式 進行規劃檢討 並於一個月內以書面 向財政委員會報告 提案委員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六案 國產署107年度 預算案 根據於國有財產業務 國有財產改良 利用計畫下 編列辦理國有土地參與 都市更新業務 請財政部國產署 就限擬標授之外 之處置對策 於一個月內以書面形式 向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 提案委員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三十七案 國產署107年度 預算案 權力經收入 較上年度減少 應再檢討 故請國產署 就本案檢討規劃 並於三個月內向 本院財政委員會提出 順便報告 提案委員江永昌 十億方 陳賴數美 還要去選擇 選擇完畢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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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